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将盐高茶碾细为粉 加水搅拌 形成茶汤悬浮液 再用清水使茶汤换变出文字和图案 孟华路中赵盼儿和茶汤巷豆茶的情景中 较好的表现了宋代点茶法豆茶和茶白系的场景 让我们可以更直观地认知宋伦的生活 茶汤巷的胡长辈采用助汤的方法 使茶汤换变出茶质 而赵盼儿采用茶池加水的方法 使茶汤换变出花等图案 剧中豆茶表现了宋人豆茶时 比赛汤色 水痕和茶味的情景 点茶法的豆茶表现的内容 有笔是茶汤墨薄的色泽和稳定性 墨薄是以白为上 清白 灰白 黄白 赤姿 而水痕是作为茶汤墨薄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鲜露出水痕为负 宋人用香肝重华四个字进行概括 这是因为茶白系所用的原料 为古法的盐高茶 不同于我们现代一般的散茶 一是口感上更加的绵柔爽滑 二是茶汤的巡护叶的稳定性更强 是以表现花鸟虫鱼等各种国画的景物 剧中许多镜头都表现了送人生活的情景 特别是点茶和茶白系的再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